大家好 今天继续更新英国高分悬疑剧 《重任在监》 第一季的第三集 如果没有看过前两集 建议去主页翻看《重任在监》 一杠一 一杠二 否则可能接不上剧情 凯特卧底重案组身份意外曝光 凯特也不装了 他叫来电脑技术人员 对老黑电脑密码进行破解 小科电话里说 单独去见丽莎一个同伙 而不久前老黑神色慌张的离开 凯特判断这两者肯定存在关联 另一边 小科正被小杰一伙人 折磨得愈先愈死 一个蒙面人操起铁钱 正准备朝着小科下手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警笛 众人丢下小科仓皇逃窜 来人正是老黑 老黑去而复返 他一脚油门直接将几人撞翻 小杰也准备逃跑 不料被老黑一把扯住 小杰依然出口成脏 你个混蛋黑警 老黑实在听烦了 手中家伙朝着小杰腿上招呼过去 小杰一声大叫 老黑将其靠在水管上 老黑来到房间 此时小科已经成功自救 老黑丢下小科 独自驾车离开 时隔不久 凯特等人找到小科 凯特解释自己卧底身份曝光之事 而小科也表示 老黑不在这里 他没来过 见过汤姆对傅力杀的手段 这次和他彻底闹翻 汤姆会不会对自己痛下杀手 老黑心里没底 老黑赶紧回家 只见家里没人 艾米和两个女儿都不在 老黑看到门上玻璃被人打破 另一个房间地板上 他看到自家的狗奄奄一息躺在那里 老黑万分不舍 为了摆脱狗的痛苦 老黑用力掐死陪伴自己多年的狗 就在老黑独自悲伤的时候 艾米从外面回来 老黑让妻子赶紧收拾东西 带着两个孩子躲去娘家 老黑明白 汤姆杀掉狗 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接下来 不知道那伙亡命之徒会干出什么 妻子自然一头雾水 你是警察你怕什么 老黑只能将他们杀掉 丽莎的事情 简单告诉艾米 对方是一伙亡命之徒 手段极其残忍 目前需要妻子带上孩子赶紧离开 既然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痛快生活 此刻老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医院里 威廉和凯特 询问小柯老黑的事情 威廉表示 老黑现在失踪了 手机也无法定位 基于目前情况 他们怀疑老黑参与对小柯的绑架和殴打 为了报答老黑救命之恩 小柯极力替老黑辩解 目前没证据显示 老黑有参与此事中来 小柯单独叫住凯特 在关押他的房间里 有个冰箱非常奇怪 空旷的房间里 为什么只留下一个冰箱 小柯提醒凯特 重点去查那个冰箱 两人回到那个房间 现场警员解释 已查到冰箱底部有血迹 目前送去检测课 凯特分析 丽莎可能被杀 尸体被放在冰箱里 对方为了制衡老黑 故意留下力杀尸体 凯特回到警局 收拾自己的东西 左奈来到身后 朝着他就是一口口水 在众人诧异目光中 点点友好递过纸巾 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下 遭人背叛 心理上都不太容易让人接受 凯特虽然出于工作原因 卧底重案组 可大家还是认为 这个女人太会演戏 善于伪装 此刻身份曝光 众人仿佛一夜间 看清了他本来面目一样 小柯找到即将离开的左奈 根据凯特提醒 老黑离开的时候 最后见到的人就是左奈 左奈表示 他又不傻 他知道目前情况 怎么可能会给自己打电话 小柯告诉左奈 如果他弟弟会被你 你就告诉他 我会在南部巴洛阁小区 那条小路上等他 午夜凌晨不见不散 见到左奈一脸疑惑 小柯解释 你不知道我和老黑之间的情况 你只要告诉他 他会明白 至于去不去 你就不用管了 回到警局 小柯见到了以前反恐怖的领导 领导解释 菲利普来警局 主要提供专业反恐技术指导 而此时 点点临时被升为重案组队长 代替老黑的职位 凯特提审了小杰 凯特指出 你们在仓库的那帮人 绑架囚见了小柯 还对他寄行殴打 除此之外 希腊岗有两人被杀 一个叫托尼的毒贩被杀后 尸体被吊在电线杆上 还有 一个叫丽莎的女人 在家莫名失踪 警方现在判断她也被杀 四起命案 不是你小小年纪能扛下的 如果知道什么 你最好现在就说出来 小杰表示 自己只是负责 给他们提供手机 从来没见过汤姆 每次汤姆下命令 都只通过手机 小杰还说 老黑没有参与 对小柯的绑架 使他救下小柯 凯特非常愤怒 你真会装 那时 威廉应该安排你去卧底 老黑救下你 你连个屁都不放 你到底在想什么 现在你欠他的 你要报答他吗 我卧底重案组好几个月 时长也不能寐 提心吊胆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 说完凯特丢下小柯 愤然离去 另一边 老黑一身黑衣 这下老黑变得更黑了 老黑找到一个电话亭 他果然拨打了左奈的电话 午夜时分 小柯来到约好的地点 他见到老黑的车辆 缓缓驶来 可下车之人却是左奈 被左奈一阵蹂躏后 小柯正准备离开 老黑突然从身后出现 他把小柯塞进车里 两人驾车离开 原来老黑怕被小柯吓套 他玩了声东击西的把戏 老黑解释 他从来就不认识那伙人 是丽莎在跟对方合作 小柯质疑 你调走希腊港的警员 让汤姆他们有机会下手 老黑解释 我从来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如果有人这样说 那他肯定是在撒谎 小柯仍然怀疑 丽莎那么有钱 你就从来没怀疑过 老黑表示 他老公身价千万 离婚的时候 自然给他不少 谁能想到他干这些事情 再说 自己现在躲起来 其实是躲立杀背后那伙人 又不是躲避警方 小柯劝老黑去警局自首 老黑解释 不把那帮人抓住 你以为我们能安身吗 他们杀人 故意把尸体展示出来 就连你都差点被他们干掉 你觉得他们害怕什么 两人最终达成协议 联手将汤姆那伙人抓住 小柯要负责 帮老黑解释清楚 车辆绕了一下 又回到那座天桥下 小柯起身查看 老黑早已不知其向 真是只老狐狸 越老越成精 小柯心里暗骂老黑 警局领导找到点点 领导表示 这次老黑完蛋 你要做好准备 马上接手中安组 以后如果有困难 直接告诉他 他会帮助点点 第二天 威廉话中带话 暗示小柯有太多东西 私下行动 凯特告诉小柯 为了确保小柯安全 威廉安排人力 保护小柯住宅 结果发现他半夜才回去 小柯解释 自己去见了老黑 并把两人谈话内容 告诉凯特 威廉给小柯拿了一堆监听设备 下次再去见老黑 记得把这些带在身上 威廉表示 你不欠他什么 你是在工作 他没杀你 因为他原本就有错 不能一错再错 他在为自己考虑 他是单纯为救你们 不得不说 领导工作就是有方法 一番话 直接把小柯听到心服口服 小柯搞来小杰的通话记录 他们发现 汤姆每次打给小杰的号码都不同 最近两天 汤姆不再拨打小杰手机 小柯分析 对方可能不知道哪个号码安全 所以不该使用 他们只需要等待对方启用号码 然后定位手机位置 就能找到幕后主使汤姆 另一边 老黑来到手机店 重新选了一部手机 随后来到妻子娘家 他想见见两个女儿 在老黑一再要求下 艾蜜同意 让老黑和女儿们相聚一小时 凯特这边接到通知 小杰手机上查到的号码 有一个已经重新启用 威廉立刻安排手机 准备三角定位 找到他的位置 小柯及时通知老黑 行动的时间到了 老黑拥抱了两个女儿 他知道这次任务非比寻常 是否还有机会见到家人 目前还真的不好说 能陪他们一下 自己也算满足了心愿 威廉通知小柯 已经定位了汤姆守位置 小柯立刻把位置告诉老黑 但凯特对老黑还是心存质疑 他是否值得相信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目前没有更好办法 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 威廉在后方 实时为他们提供汤姆的位置变换 小柯再把获得的信息 第一时间通知老黑 终于汤姆手机停止在一家高尔夫球场 老黑先一步到达 观察四周之后老黑发现 只有一个卷发男人在打电话 老黑判断 对方一定就是那个没见面的汤姆 男人挂断电话 把手机丢进车里 此时我们发现 他的纸箱里果然装着多部手机 老黑关掉对讲机 独自朝着汤姆走过去 老黑朝着汤姆就是一下 周围人上前查看 老黑亮出证件 大家识相自动离开 小柯凯特二人赶到 只见老黑正驾车离开 小柯打开监听设备 老黑和汤姆谈话 瞬间听得清清楚楚 汤姆告诉老黑 你知道我在警局待过最长时间是多久吗 不到两小时就会放出来 你坚持把我带回去吗 老黑解释 自己没有杀丽莎 丽莎是被汤姆手下割吼 汤姆却说 你衣服上有丽莎的血 刀上也只有你的指纹 你怎么向领导解释 老黑解释自己的手下已经把希腊港和托尼被杀 拼在一起 他们正在收集线索 一旦有了线索 汤姆这条背后大鱼 必将浮出水面 老黑表示 自己可以替汤姆摆平此事 前提条件 必须交出丽莎的尸体和那把刀 因为丽莎是洗钱之人 交出她的尸体 老黑会把他们几人之间 定性为毒贩们之间内斗 如果没有尸体 则根本无法立案 此时后面跟过来的凯特 听到两人谈话 瞬间觉得他们被老黑耍了 凯特准备呼叫后援 小柯及时制止了他 见到汤姆仍然疑惑 老黑接着说 你的手下很蠢 把希腊港的两人手指切下 又把托尼的手指也切下 就算一个平常老百姓也能看出来 两起案件有关联 但他还是可以摆平 他可以告诉领导 杀死托尼的人 是在模仿希腊港作案 老黑让汤姆指派一个手下去自首 汤姆还是有些警惕 他表示自己可以安排人去自首 但始终不肯说出那人名字 老黑表示 你需要告诉我名字 到底是谁 另外还得告诉他 需要配合我的调查 汤姆被逼急了 他大声吼道 没错 那人杀了托尼 是我下的命令 后面的小哥更是异常兴奋 他要的就是汤姆这句话 汤姆还没忘记嘲讽老黑 你个混蛋黑警 这下你满意了吗 听到这句黑警 老黑瞬间火大 自己也就贪污丽莎 给女儿支付的一次学费 至于会有今天下场 全是眼前这个混蛋干的好事 老黑立刻在路中间停下车 朝着汤姆就是一阵输出 你个混蛋 你现在被捕了 罪名是谋杀希腊港的两名青年 杀死毒贩托尼 还有命令手下杀掉丽莎 然后将其分尸 你个人渣 你等着烂在大牢里吧 老黑下车 凯特及时上前 接住老黑车钥匙 老黑扯下身上的监听设备 连同自己的警官证 一起交到小柯手上 小柯表示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 老黑声音颤抖着表示 如果我跟你回去 我是个黑警 一旦被投入大牢 我的妻子和女儿将一无所有 他们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被迫流落街头 这种情况我无法接受 只有我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我成了英雄 他们才能获得良好归宿 老黑表示 你欠我一个人情 现在到了你该还我的时候 还有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黑警 说完 老黑依然走向迎面来的一辆大货车 对方毫无防备 正面将老黑撞倒在地 老黑当场没了呼吸 领导赶到现场 询问当时情况 两人相互对望一眼 小柯解释 当时老黑为了抓获汤姆 不顾危险横穿马路 结果被撞身亡 他在执行公务时因公而死 他是一个英雄 得到汤姆被抓 点点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他把汤姆带到一辆车上 支走其他警员 汤姆表示 希望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点点表示 会把希腊港案件 描述为恐怖活动 你倒是配合我演戏就行了 实话是说 老黑不是一个完美的警察 但老黑却是一个负责的男人 他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了什么叫责任与担当 好了 重任在兼第一季 全部更新完 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剧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将继续更新余下几季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也请留言去评论区 感谢关注 下期见 下期见 我给大家看 下期见